大家好 全球下场时间聚焦在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电力即将登场 那么整个流程将从台湾时间下午5点20分开始 那么这场英国70年来的最大盛事 查尔斯呢 他在接见各国的领导人之前 可以看到呢 他早上也先在白金汉宫的外头 林英大道上和民众来致议 那么除了查尔斯 人气超高的威力王子还有凯特王妃 他们也是惊喜献身和王室的铁粉来互动 王室的铁粉就很惊喜 难掩激动的情绪 像路透的记者表示 可以亲眼地见到王室的成员简直不可相信 一起来看 林英大道是唯一一条可以通往白金汉宫的道路 而现在呢 外头已经聚集很多很多的民众 希望呢 就是抢到一个好位置 可以一睹王室的风采 因为呢 在将近一个小时过后 王室的游行呢 就即将开始了 那么画面上可以看到呢 目前王室的成员 都已经陆续地抵达加冕的地点西米寺 而英王查尔斯和王后卡蜜拉 他们也预计在5点20分 在将近200多名的皇家卫兵的护送之下 最后会搭乘钻型马车前往西米寺进行一个加密典礼 那么这个过程呢 游行的过程被称为是国王游行 沿途呢 将会经过一系列的知名地标 包括了林英大道 海军拱门等 而且呢 在穿过了国会光状之后 预计在6点之前就会抵达西米寺的内部 那么届时呢 查尔斯他将会着军装从西大门走进教堂 那么预计呢 仪式是6点开始 届时呢 将会演奏查尔斯他亲自挑选的曲目 仪式就正式的来开始了 那么在加密典礼上呢 也有5个环节 可以看到呢 包括了承认 宣誓 恩高 还有授权机登基 那么第一阶段呢 他将会站在拥有700年历史的一个加密椅旁 也就是呢 这个椅子叫做圣爱德华的宝座 那么接着主教就会宣布查尔斯他是不容质疑的国王 接着查尔斯他也会宣誓要维护英国的法律还有国教 那么接着第三阶段呢 是恩高 这个阶段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查尔斯呢 他将会脱下他加密的长袍 坐在加密的椅子上接受大主教 到时候呢 他们就会抹圣油在他的头 胸 还有手上 那么这个举动是代表呢 祈祷新的君主 可以得到圣灵的引导还有强大的力量 不过呢 这个部分是非常神圣的 会被屏风挡住 只有高级的神职员可以观看 被视为呢 是最神圣 总共里面呢 最神圣的一个环节 那么接着 第四阶段是加冕时刻 届时呢 查尔斯他将会换上由金段制成的长袍 将会授予一个代表道德权威的一个王室宝球 代表权力的君主权壮 加冕戒指 还有一根呢 上面是有白色法郎鸽子的一个金棒 这个呢 是象征正义还有怜悯 那么最后的重头戏呢 就是大主教 他会替查尔斯戴上圣爱德华的一个王冠 那么这个将是呢 他一生中唯一戴上的一次 因为呢 这个王冠只会在加冕的时候来使用 包括了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内 过去呢 一共只有七位的英国君主戴过这个王冠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呢 查尔斯他将离开加冕的椅子到王座 按照传统呢 届时所有的王室还有主教 都会向他下跪表示敬意 宣示一个效忠 不过呢 在今天的仪式上 王室成员呢 今天只会有威廉向查尔斯下跪 而在查尔斯的环节结束之后呢 王后卡米拉她也预计呢 仪式会在八点结束之后 两个人就会搭乘钻席马车呢 沿着路途 原路呢 是返回白金汉宫 并且呢 是在阳台上面和民众来致议 不过呢 这一次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国王游行的亮点就是特别要介绍一下 这两个马车 那么其实呢 他们分别是大有来头 卡米拉和查尔斯呢 他们回程的马车是拥有220年历史 是这个黄金马车 那么他们呢 是造价1.3亿台币 重达四顿 需要八匹马才可以拉得动 不过呢 曾经坐过的国王还有王后呢 都一直认为这个马车呢 其实不太舒服 就连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他都曾经说过呢 坐这个马车感觉有点可怕 所以呢 在出发的时候呢 其实两个人搭的马车是首次出现的钻洗马车 是在2010年的时候建造 并且是在2014年才交付 是王室呢 现在最现代的一辆马车 使用的是铝材质 而且呢 可以看到呢 它是有电动车窗 而且呢 里面还是有空调的 所以呢 承受起来就舒服许多 那么面对70年来的盛世呢 目前其实英国的上下都已经准备好 各国的政要也都已经抵达英国 建政历史 一起来看 大批民众聚集 只为了亲眼建政历史 参与英国国王的加冕过程 即使只是站在路边也 此生武汉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royal family I've always seen these historical moments online like the rest of the people but today I want to be here live the moment and also be fun The Prince and Princess of Wales also on hand to meet with the crowds Now in just a few hours King Charles will set out from Buckingham Palace in a procession to Westminster Abbey where all coronations have taken place for nearly a thousand years 加冕典礼由国王王后乘坐钻锡马车展开国王游行 揭开序幕 而典礼结束之后则是加冕游行 在奎文70年的加冕典礼上 国王将乘坐这辆压箱宝 This will be the centerpiece The Gold State Coach It's enormous It weighs four tons And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Charles would have traveled in it Because only the monarch is allowed inside The Gold State Coach is a less comfortable ride than its modern counterpart 国王从白金汉宫出发前往西敏寺 回程乘坐黄金马车返回白金汉宫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从1821年以来 每一次的加冕典礼都会出动这辆黄金马车 但需要八匹马才拉得动的它 坐起来其实没那么舒服 而且行进速度宛如不行 但难得一见的鸭香宝 依旧让全球观众十分期待 而皇家礼炮预计晚间8点45分释放 约末9点半 皇室成员会现身在白金汉宫阳台 看称英国70年来最盛大活动 即将登场的加冕典礼 让海内外全球观众充满期待 记得林涵最后报道